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没卖过房子却输了官司面临巨额罚金 哎呀就很生气啊这怎么回事 发现也不能不跟他说话就空了钱 一波未贫一波又起 一模一样的合同再次出现 拿着这二十万的现金 从这个地方签完约 拿完款跑到那个地方又签约 两场官司一个女人 谁在背后操纵 谁能揭开奇案的谜底 莫名其妙的官司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 家住济南的王孔福 今年73岁了 有一天他却碰上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而且这件事居然纠缠不休 整整六年把他家搅得是不得安宁 事情的开端 只是一次平常至极的银行取款 每月的二十九日 都是济南市退休老人 领取退休金的日子 2011年6月29日 早已退休的王孔福 按照惯例去银行取钱 可是刷完存折后 银行职员却说 王孔福名下的这张存折上 一分钱都没有 这让王孔福心里一下子不安了 他赶紧给妻子魏宗福打了电话 他说我没钱了 我那工资一分钱也没给 我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钱 就从账户上不翼而飞了 老两口急急忙忙 去了这家银行的总部 这一查 结果却更让人震惊 查的电脑啊 查的东西啊 查的东西 他又把综记录拿出来 让我看了看 我一看上去写了 他就上去写了 回音区 一个姓什么的 扣的 根据记录显示 王孔福账户里的退休金 居然是被济南市 怀银区法院给划走的 我说为什么空啊 他说我不知道 他就说听了王孔福的 就是扣发了他的退休金 魏宗福说 当时王孔福一个月的退休金 也就是两千多块 正好够老两口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 所以每月一到点 他们就赶紧把钱取出来 而这回钱怎么会被法院 无声无息的就扣走了呢 哎呀就很生气啊 这怎么回事 法院也不能不跟他说话 就空了钱 下午我和老头 我们俩结束就 就到了哪里去了 就到了 我就到法院去了 王孔福夫妻俩 一没欠人钱财 二没打过官司 连法院在哪 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他们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弄错了 当时老两口很快就赶到了 怀孕去法院 可是到了却不知道该找谁 后来老两口被请到了法院的执行局 因为钱进去扣走的 当王孔福夫妻俩拿到这份 从未见过的判决书时 彻底傻了眼 法院拿出了一份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呢 是2010年11月生效 法院强制执行 扣发了王孔福的退休金 直到此时 王孔福才知道 自己作为被告 打了一场从来不知道 也从来没有出过庭的官司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原告李博 王孔福说 他从来没听说过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怎么可能打起官司了呢 判决书显示 原告李博说 2010年1月 他与被告王孔福约定 将御元小区的一套 118平方米的房子卖给他 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当时 李博就付给了 王孔福10万元的定金 并约定好一个月之内过户 但是王孔福迟迟不肯完成交易 所以 李博于2010年4月 起诉到法院 要求王孔福 双倍返还购房定金20万 2010年10月 怀银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原告当场提交了 有双方签名的房屋买卖合同 定金收条和房产证元件 而被告王孔福却无故拒不到庭 于是 2010年11月 法院判决被告王孔福 双倍返还李博购房定金20万元 王孔福夫妻俩了解到这些详细内容后 心里真是又急又气 王孔福没卖过房子 可对方却拿着房产证和自己签名的合同 没收过定金 对方却握着自己签名的收条 没参加过法庭审理 最终却输了官司 老王夫妇觉得事情真是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判决书里说的那套被卖掉的房子 而事实上 老王夫妇已经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也从来没想过要卖掉 自从惹上了这起莫名其妙的卖房官司后 王孔福就闷闷不乐 那么既然从没想过卖房 房子的房子的房产证又怎么会跑到了素不相识的李伯手中呢 王孔福说房产证确定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借人了 借给的是自己的老同事王洪江 我说原来一开始 我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 快过春节吧 有个人应该没领一想 我就现在百年里来 一看老头出去了 出去回来以后他脸是不好看 我怎么知道王孔福 他说我房产证接给王孔江的 他说他跑了 哎呀 我说你怎么能把房产证接出去了你 他说接了三万块钱 他说是鸡蹄就给 我觉得十年段我就没跟你说 不是这么大的事你不跟他说 原来2009年9月老同事王洪江说着急用钱 非追着王孔福借了一万五千元钱 而到了11月王洪江又跑来借了一万五 感动的说 这时候你不管怎么说 他家住在这里 他跑得了吗 再说他因为刚买了新车 我现在他还不成不了吗 我就借给他一万五 这有两次就借给他三万块钱 可是一直等到12月 王洪江也没还钱 有一天 王洪江约着王孔福和两个同事一起吃了顿饭 饭桌上 他没还之前借的三万元 倒是提出了一个还钱的变通办法 王洪江说 他要去杭州进一批珠宝 已经联系好买家 但是钱不够 还得从朋友的公司再借三十万 借钱呢 需要压点资产 所以就想借王孔福家的房产证用一下 他说吧 我说 我最多最多用一个月 就不都还给你 连你到三万块钱 我一块还给你 连三万块钱加义利息 一块一笔还给你 他说呢 说是你放心 我说房子在这里 老婆还都在这里 韩国家一车也在这里 他这你还去跑吧 还不了你嘛 第二天 王洪江便带着王孔福 及一位同事来到了立农花园小区 一家叫云维科技公司的办公室 什么进去以后 我是一个女的给我说你填个表 当时眼睛 我眼睛老早就化了 看不清楚没有没有点眼睛的去 他说你写个地址 然后王孔福就按照那位女职员的要求 将房产证留在了这家他从来也没有听过的公司里 节目看到这儿估计大家呢会有一个推测 王洪江估计是认识李博的 王孔福说 在云维公司填的那个表格 估计就是李博手中的房屋买卖合同 很有可能收了十万元定金的就是王洪江 把房产证给李博的也是他 如果真是这样 这王洪江可是太不地道了 哄着好心的王孔福给他帮了忙 转头却背着人家把人家房子给卖掉了 看来关键争结就在这个王洪江的身上 找到他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可当王孔福下功夫找人的时候 却发现王洪江居然联系不上了 魏宗福一问 才发现周围不少的同事邻居 都被王洪江借过钱至今未还 这人找不到可是得说清楚 于是王孔福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出人意料的是 没几天王洪江居然出现了 但是他却在家里选择了自杀 最后民警是在医院里见到了自杀未遂的王洪江 并对其进行了询问 他承认借了王孔福三万元 2009年12月还借用王孔福的房产证作担保 在利农花园的云维科技公司借到了30万 有了王洪江的证词 王孔福把房卖给李博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所以很快王孔福向法院提出了重审的请求 2012年1月怀因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撤销原判决重新再审 然而就在此时 更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双胞胎合同其案 是谁在背后操纵 法庭里一个神秘的女人引起了法官的注意 莫名其妙的官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2年2月刚过完春节 一张来自立夏区法院的船票 就被快递到了王孔福家 我一接到立夏区法院的船票 我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我接着应该就一个房产证 怎么下边又是来了个船票 我一看上次房屋买卖酒品 和上次李博的如出一辙 都是说王孔福卖了房不给过户 要求违约方王孔福双倍返还定金 只不过原告变成了一个叫罗华的人 要求双倍返还的定金 从20万变成了40万 再仔细对比李博和罗华的起诉书 奇怪的地方就更多了 两个原告都说 是在2010年1月5日 和王孔福签的合同 卖的居然还是同一套房子 约定的过户日期 也都是2010年2月7日 而两位原告的要求也一样 不要房子只要钱 双倍返还定金就行 此时原告罗华还拿出了更为关键的证据 居然是王孔福的房产证原件 和一份有王孔福亲笔签名的房屋买卖合同 而当我们把罗华提供的合同 与李博拿出的合同放在一起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两份合同除了买房人不同 格式一样 内容一样 简直就是一卵出来的双胞胎 事情越来越奇怪了 只是这次还好王孔福接到了船票 所以他觉得必须在法庭上和这个素未谋面的罗华 当面罗对面鼓的把事说清楚 也借机把事情弄明白 可是在庭审现场 王孔福始终没有见到罗华本人 却瞧见了另一个非常眼熟的人 这个人又是谁呢 2012年4月案子终于开庭 当时坐在被告席上的王孔福 发现对面原告席上的一位女士非常眼熟 琢磨了半天 他突然想起来 2009年年底 当时王洪江带着他去利农花园办借钱手续的时候 就是这位女士接待的他 还知道他怎么填表 最后王孔福就是把房产证交到了他的手里 而这次他居然是作为罗华的代理人 出现在了法庭上 更加上的更蹊跷的是 我们这个案子的原告罗华起诉的时候 当时立案的代办人 或者经办人代理人 就是张春宏 而且又发现在李伯岸张春宏也出现过 而且当时在我审立案的时候 我还问过这个代理人 这两个原告 不同原告什么关系 这个我印象里 这个代理人是说两个人不认识 只不过是分别从被告处购买的房屋 而越是深入调查 主审法官杨春江越是不断的发现其中的蹊跷之处 就是里面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方案状的问题 因为这个方案状确实在案子的原告发 但是是在两个案子的原告发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哪一案子的原告开庭 他都会拿出原件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觉得有点不合理吧 原告方一直咬定说王孔福就是卖了房 其描述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0年1月5日上午 王孔福和王洪江一起 在一家茶社和一家咖啡馆 分别与李伯和罗华签的合同收了定金 而合同之所以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是因为这是王孔福自己提供的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王洪江李伯罗华张春宏之间是什么关系 彼此又认识吗 在判决书上张春宏除了是李伯罗华的代理人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济南云维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 而云维科技就是借了30万给王洪江的那家公司 记者试图找到自杀未遂的王洪江 可是得到的消息却是 几年前王洪江和老婆离了婚 彻底消失了 所幸的是 记者联系到了李伯和罗华 但是两人却都拒绝采访 只是通过电话给予了简短的答复 那他当时那个钱等于是不是你借给王洪江的呀 不约而同 李伯和罗华都对具体情况避而不谈 却理直气壮 一再强调欠债就得还钱 那么究竟卖房是不是事实 还是说其实是在帮人担保 此时李伯案正在重审 罗华案也在一审之中 法院没有简单的只看表面事实 他们又将如何拨开这连环案件的重重迷雾呢 单独看哪一件案子都看不出问题来 甚至说单独看购房合同 应该是还是比较严谨的 特别是就是说包括首印盖章 我们也经过一些认证啊 当身执政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把两案子放在一起 就觉得同一天同一个人 同一份买卖合同 确实这个买卖房产这个问题 存有很多疑点 确实不是简单的审理裁判的问题了 对 它需要对证明的认定 加上你合理的怀疑 推理 确实 所以最多我们认定啊 这个原告罗华起诉 法院买的事实啊 是科研不成立的 2014年7月 淮英区法院一审 驳回了罗华的诉求 8月通过再审程序 驳回了李博的请求 而后 李博和罗华均不服判决 上诉到了济南市中院 2015年2月 济南市中院做出了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以为尘埃落定 却不料风波再起 这场莫名其妙的官司 法官该如何判定 莫名其妙的官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历时五年 王孔福的这两个双胞胎卖方案 终于胜诉了 可是老人却已瘫痪在床好几年 一直备受煎熬 要好几次就急有事 是吗 人员都知道 不行了 当时就不行 起的太阳 原来还确实是可以 他就要人窝囊 这个事太窝囊了 好好理你 咱就说心意好 心意好实在 你不能坑敢那么厉害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2015年8月 王孔福又接到了一张船票 这次是云维科技公司 将他起诉到了济南市立夏区法院 要求王孔福承担担保责任 赔付30万及利息 让他替他还30万 你说我一看我就心里有气的要命 我心这么些凶玩意怎么着 在上岸这里在诈骗啊 事情说到现在 大家对这个云维科技公司已经不陌生了 当初王洪江就是带着王孔福 在这家公司办理的抵押担保手续 而后王孔福呢 把房产证就留在了这儿 王洪江则是借到了30万元现金 代表李博和罗华出庭的代理人张春宏 也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几年里一系列事情的背后 似乎都有他的身影 这次他终于站到了台前 双胞胎卖房合同期案的谜底 终于也该揭开了 被告于2009年底 为王洪江向原告借款30万元提供保证 现今王洪江至今未向原告偿还借款 根据合同法担保法规定 被告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那么我想请问原告 您是否能够提供当时王洪江借 于被公司30万元的借款借据 没有 不能 因为双方当时在签订这个借款合同时 是以李博及罗华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来构成的 你进一步说一道 为什么以那个来构成呢 你说一道 因为在这个王洪江民间借贷的时候 现在大家为了保证这个还款 能够提示还款 都是签订一个 就是说不管是债务人还是说担保人 只要他有不动产的 我们都是以签订不动产买卖协议来作为这个借款 能够得到履行的一个保证 被告方与安慰人李博和罗华签订的帮买卖盒 名为卖卖盒 实为借款当中的担保 该担保关系 依法成立 依法有效 说白了云维公司就是以买卖房屋定金的形式来出借资金的 想以此确保借出的款能够收回 但经过前面的审理 已经查明房屋买卖的客观事实不存在 而这次云维公司又以担保责任起诉王孔福 那就要看有没有支持借款和担保关系成立的合法证据了 而恰恰 云维公司拿不出这两份关键的合同 因为当时在办理抵押担保手续时 张春宏代表云维公司 让王孔福签的就是之前的那两份卖房合同 而这次庭审 张春宏却没有出现 这两张就是他们早地假的房屋买卖合同 其实王孔福签就写了前面这一个字 前面这个王孔福 然后就写了我们家里的地址 这些全都是空背的 给没就没有什么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致理清这一系列蹊跷官司的幕后情况 假设借款是事实 那么李博和罗华应该是资金的实际出借人 分别拿出了十万和二十万 王红江是借款人 云维公司是中间平台 王孔福却稀里糊涂的 以房产为王红江提供了担保 可是即便原告所说的借款是事实 原本简单的借款关系 为什么非要转变成房屋买卖呢 如果你钱还不上 那么通论方式呢 我可以要你的房子 但是更主要的目的啊 应该是在这个出借人 在攫取更大的利益 当然去年那个最高法院出现稍解释 明确的是百分之二十四 但这个规定对于一些公司 或者职业这个出借人 方代人来说 他们可能不会满足的 以本案为例 如果按最高法的解释 法律所支持的借款利息 上限是年息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如果按照房屋买卖定金法则 违约方要双倍返还定金 那就等于是翻了一倍 2016年6月 济南市淮银区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属于 一般举证责任案件 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而云维公司并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 因此判决驳回原告 云维公司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子实际上这个经历的比较曲折 你包括这个从被告方来说 这个经历过李博罗华几次诉讼 又经历过到公安部门报案 经过公安部门的介入 从那个事实的发生 到陈安罗安定16年 对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治国教授 谢老师 这个案件里边角色很多 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整个案件当中 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实际上这里边存在的一个是 首先是这两个原告和这个案外人呀 王宏佳 他们直接是一个借款合同 那么他们想通过呢 就是这个被告 他们签订一个发物买卖合同的方式 来进行担保 所以又充在一个什么呀 担保合同 从这个原告的角度来看 他事实上就是要把钱借给 案外人这个王宏佳 然后呢 要让他支付什么呀 高额的利息 他不是真要买房 对 他不是真要买房 他要是真要买房 也不可能签两份 两个人来买 对 所以他就不是真的买卖合同 他的真实的意思 就是什么呀 借款合同 并且用这个发物买卖合同的方式 来进行担保 就是这里边 把买卖合同 我们要取消掉 他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 那么真实的意思 是借款 加上担保 本来是一方想借钱 那一方想借给他 只不过是想收取了高额的利息 他们为什么要把这种借贷关系 变成一个房屋买卖关系 这个呢 原因有两个 我觉得在本案里边 第一个呢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房屋买卖 以高利息的 当事人 本金的百分之超过的部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那么在本案中呢 当事人实际上 那么如果通过借款合同 并且约定高速额的利息 法院就要不支持 那么他们通过一个这个 房屋买卖合同 并且以定金的形式 来进行规避的这个法律规定 换句话说 到时就以你不履行 买卖合同为由 我刷 那么这个利息 当事人想通过这个什么呀 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 来代表他的这个借款 能还款 那我就让你还款并还利息 如果你不能还款 不能归还利息的话 我就要卖你的房子 或者是取得房子的所有权 用来担保我的债权的实现 这是这么两个原因 如此看来就是王恐福 他非常的无辜 他哪些 对大家也是一个警示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在两点上 我们一定要进行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把政界 包括发财证 包括身份证 汽车的产权证 等这些政界随意借给他人 无论多么信任 我们还是要谨慎 第二点呢就是不要随意在相关文件上 进行签字 不管是什么原因 如果需要签字的话 必须要事先认真的去阅读和审查 看看符合不符合自己的真实意识 我们说诚信 诚信经营 当然也包括诚信诉讼 不然真的出了问题 费尽心机的设计 未必就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我们也提醒大家 平日我们经常能接到各种提供借贷等服务的电话 如果您接触到这类的事情 请务必睁大眼睛 谨慎小心 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算计 损害自己的权益 掉入他人的陷阱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习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